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温馨传媒家》 我是Mina 李诗平 在今天《温馨传媒家》的安乐居特辑里面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安乐居 请到嘉宾是来自安乐居的医疗讯息学总监 吕宜彬医生 Hello Dr. Lui 你好 Mina 你好 Dr. Lui,我想问一下 这个安乐居到底是做什么呢? 其实安乐居我们是属于一个叫做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所以我们的特色可以说我们是一个 好像一个供应医疗健康服务 和加上一个保险计划 所以我们是一个全面性去照顾我们的长者 服务是很全面性的 包括医疗、交通 食物和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物理治疗 很多那些活动 所以是很全面地 是由身心和一个整个人的健康的角度去照顾他们 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 就是长者的一站式服务 这边我就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安乐居呢? 麻烦你说一下你的背景 我背景就是我可以说是一个内科的医生 我就是做一个内科家庭医生 所以我觉得自己人的使命是如何去贡献社区的健康 所以我的角度来说 其实健康是应该全面性地去处理的 去提供的 不只是看医生 也有很多其他方面 比如说 刚才说了身心 但也有一个长者 很多时候她在日常生活 她的健康 生活环境 对她的健康是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在不同的角度 她居住的环境 她的营养 她的活动方面 交际 还有心理 身心 很多不同的角度 所以安乐居 就是一个全面性 刚才我说的 她的护理计划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共鸣 我觉得是这样 不只是看医生去提供健康 而是不同的角度 全面地去提供健康 去照顾他们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共鸣 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就加入了安乐居 非常之好 你们有个program 就叫做PACE Program 就是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麻烦你来介绍一下 是的 所以这个全面计划 其实很多时候 在普通看医生来说 是不是很多时候 你听到有些联邦的医疗保险 或者加州的医疗保险 是不是很多长者 有这些保险 所以很多时候参加保险公司 做不同的服务 看不同的医生时 他就经过保险计划 他有些 将他们不同的联系服务 但是我们 全部包在一起 我们的特色 就是除了我们是供应服务之外 我们本身也是属于一个保险计划 所以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将这些资源 我们将它最有效 最有好处 包在一起 如何最好去照顾那些长者 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弹性去做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需要一定集中 或者只是看医生方面 我们可以看他们的需要 比如说 比如说 他有物理治疗的需要 如果是有交通的需要 比如说 日常生活 比如说 活动方面 是不是 尤其是现在 有这个新冠营疫情 因为我们本身的计划 可以很有弹性地 由病人和家庭为中心 去提供服务 我可以再讲一讲 我们如何有弹性的服务 提供他们 麻烦你讲一下 如果那些长者 需要使用你们的服务 是不是必须加入这个PACE Program 是的 他们要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其实现在 我们也有继续 有新的会员 我们也有很简单 有些热线的号码 他们可以打来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兴趣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 可以帮助他们 那你们这个PACE 这个保险 和一般市面上的保险 分别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 好像我刚才说 很多时候 普通性那些 大多数比较典型的医疗服务 就比较集中了 就是说 看医生 吃药 那方面 虽然这个是慢慢有改变 但是我们安乐居 其实就是 下一年就是我们五十周年的纪念 我们就由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个使命就是 刚才我这样说 不是说 只说吃药那么简单 不是只看医生那么简单 而是要 身心和生活方面 很多不同的需要 要在那里要下功夫 所以我们的特处 就是我们 就是很多其他 普通 说去看医生时 可能想到 普通看医生 不会说 就是关心我们说三餐 不会关心我们一定说 我们的交通 是吧 怎样去看医生 那些东西 不是一定那么关心 我们的活动交际 但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活动中心 刚才我们说 很多不同的全国团队 这样去照顾他们 所以我们的特处就是 我们是可以这样 整个方面这样 是很comprehensive 很全面这样去照顾一位 就是全方位照顾 可以这样说 是 麻烦你说一下 如果观众朋友要有问题的话 应该打什么电话号码呢 因为我们的热线号码 就是855-334-7438 好 我们多谢了Dr. Lloyd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就进入一段广告 在广告之后 我们可以请Dr. Lloyd 继续为大家介绍 安乐居和他们的PACE Program 大家也可以掃描 营光幕上的QR Code 来找出更多关于安乐居的资料 欢迎回来温馨全文家 在今天的温馨全文家 我们为大家介绍安乐居 请到嘉宾就是安乐居的医疗信息学总监 雷尔斌医生 Dr. Lloyd 刚才你介绍了这个PACE Program 现在我就想请你 为大家介绍 你们安乐居的医生团队 多谢Mina 我们这个团队 就是有医生 有医师 也有护士 也有家庭护理 譬如护士都可以上门 物理治疗 社工 营养家 交通部 和活动部 所以刚才我说的全面性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需要 要健康 要差不多 整村人 整队人一起去帮助 全方位照顾 是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有这么多同事一起 其实我都讲一讲 一个特点就是 因为我都是做家庭医生 在普通典型的系统 很多时候一个家庭医生 譬如说要照顾成千多个病人 但是好像我们这个 特别的计划 我们有方法 就是很有效地利用一些资源 我们每一个主诊医生 或者医师 大约50至100个病人左右 真的很少 不只是少一点 也都是有整队人一起去帮助他们 所以这样的原因 我们可以细节一点 或者去以病人和家庭为中心 看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设计一个计划 是特别他的需要 有些譬如说长者 是不需要去或者去中心那么多 或者有些是需要去多些 或者是有些他是 尤其是在疫情之间 是在家里是安全一点的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大家可以继续大家聊天 讲一讲去 怎样我们有弹性 可以去做任何的改变 看他们的需要 而是去提供那些服务 我们有办法 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实际上门 去照顾他们 这样 加上远程 加上科技的远程服务 你说上门 上门 是不是医生都会上门 因为只是护理人员 医生也是可以 护理人员 所以我们一向也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这样做 所以弹性就是我们的长处 尤其是现在 因为现在的新冠型病毒疫情 很多时候我们看看 有什么办法可以 可以减低传染的危险 就是对病毒 家里的最安全 对我们的员工最安全 用不同的方法 可以把它服务 我们可以上门 医生可以 护士也可以 家庭护理 就算我们的物理治疗 有需要 都可以上门 非常之好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那些医疗团队 是不是每个都是 很有经验照顾长者 是的 譬如来说 一个例子 譬如我们那些医生 或者医师 很多都是有些 特别高层的训练 譬如说那些医生 有些就是 Geriatric Fellowship 意思就是 一个栽心躁的 就是说专门照顾长者的 那一个专科 这样 所以有很多都是 有这样的专科 亦都有很多 做了很多年 譬如我自己这样 我做内科医生 都十五 都很快 十五年都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亦都是 很多很有经验的同事 一起去照顾长者 我们的集中 我们的去照顾长者 嗯 非常之好 那就想问一下 你们提话长者 那加入的长者 有没有年龄层规定的呢 是啊 我们这个计划 就是需要最低限度 五十五岁 那也都是 通常说是比较 复杂一点的 意思就是有很多 它有很多 健康上有的需要 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会 那些会员 有很多是差不多 有很多 就是说 疗养院 有这样的程度 的需要 但是呢 我们那个计划 主要就是 怎样可以 帮助 支持他们 让他们很多时候 不需要说 譬如住疗养院 那样 意思就是说 因为很多时候 大多数长者 我们都了解 它是希望 可以继续在家里住 是吗 或者可以和家人 有它的生活方式 它的自由 但是呢 不容易 因为家庭 需要很多的支持 它也需要很多的支持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 有办法可以大多数 我们的会员 怎样去支持 他家里继续 健康地生活 就不需要说 住疗养院 当然有时候 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你们都有提供 疗养院的服务 我们就是 它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会和他们一起合作 继续去照顾他们 但是我们主要 我们的目的 就是将它 怎样支持 他继续可以在社区 家里继续去生活 健康地生活 那我们温馨全晚家的特色 就每位来宾 会给我们观众朋友 一个温馨小提示 麻烦你讲一下 你的温馨小提示 哦 这样呢 就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有一个 就有一些感动 就是很近来 发生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会员的家 他就写一封信 就是给我们 安乐居那里 告诉他他 他写就是说 很感激你们的照顾 虽然是一个 这个疫情时 个人都说 就是需要在家里 但是 你继续在 外面 继续来 我们家里 继续去照顾我们 去支持我们 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安全 很受到你们的关心 所以我们收到 他的 这封信 我也觉得很感激 嗯 非常感人 那就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你 讲讲你们的联络方式 是 如果是有兴趣 参加安乐居的话 我们的热线号码 就是855-334-7438 那我们会有公众人员 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有识讲中文 有识讲中文 当然 国语、广东话 非常之好 谢谢 Dr. Lui 正如 Dr. Lui所说的 观众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记得打 营光幕上的 免费的热线电话 电话号码 就是855-334-7438 或者大家也可以掃描 营光幕上高的QR Code 里面也有电话号码 和所有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进入 另外一段广告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温馨缠万家 我是米娜李世平 那在今天的温馨缠万家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2020年全美华部小姐的 参赛者以及得奖嘉莉 来到节目当中 那现在在我身边 就是有我们这一次 2020年全美华部小姐的冠军 她同时也是才艺奖 以及社区服务大奖的得主 Lauren Yang 那另外一位呢 是第一公主兼华商小姐 Samantha Yi 嗨,欢迎来到 GREAT FAMILY 嗨,谢谢我们 Lauren,可以先介绍一下吗 是的,我的名字是Lauren Yang I am so honored to be the newest Chinatown USA I am 18 years old And from Sugar Land, Texas And I'm currently a freshman At Harvard University Studying applied mathematics With a secondary in sociology And where about Samantha? Hi, I'm Samantha Yi I'm 19 And I'm representing Seattle, Washington I currently attend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Where I am pursuing a degree in psychology And a minor in education And both of us are so excited to be here today Very good Let me translate a little bit 那刚刚呢 在我身边呢 是冠军啦 就是Lauren 她今年呢 才18岁 那她呢 就目前呢 在哈佛大学就读 那另外一位呢 是来自这个西雅图的 那她的名字叫Samantha Yi 她今年也19岁 那她的主修呢 是这个心理学 So,Lauren Well,talking about the pageant Actually,your sister We're Miss Chinatown USA In 2017 Were you inspired by your sister to enter? Yeah,for sure I saw her experience And how much she truly loved this community And everything that she learned from it And I was like This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for myself Having her do it before Was kind of something that I also struggled with Because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for myself But I knew that this was just an opportunity That I couldn't miss Being able to visit family associations Be part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And just learn so much from girls across the country It's truly already been an experienc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And I'm so grateful for It's a lifetime experience Yeah,for sure So,talking about the sisters win in the pageant You're the second pair of sister win in the pageant So,back to a while ago We have Crystal Lee and Jasmine Lee They both wore Miss Chinatown I think one was in 2010 and 2018 So,do you have another sister? No,it's just the two of us See if you can break the record Just us Yeah,Lauren呢 就是她的姐姐呢 就是是2017年的全美华部小姐冠军 她的名字叫Karen Yang 我們當年也跟她做過採訪 So,Samantha,your major is a psychology So,you want to be a psychologist? Yes,that's what I'm pursuing So,why do you want to be a psychologist? Why do you pick that major? Well,I think it was my biggest inspiration in life was my cousin His name is Avery and we are the same age We went to college together And he really struggled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I think that he's my biggest inspiration I want to be a psychologist So,I can help people that are struggling with mental illness Especially children I think working with children has been one of my greatest passions And that's why I'm pursuing what I'm pursuing Were you able to help your cousin? My cousin,we lost him in September And so,I'm sorry Thank you So,I think that I've dedicated my life My purpose into making sure no one ever feels like that And if her has to go through that like he did So,he commit suicide? Yes,in September Oh,I'm so sorry Thank you Samantha,她是主修心理學 那她為什麼要修心理學呢? 就是因為她的 cousin 就是沒多久前自殺身亡 就是因為有嚴重的精神疾病 所以這也是令她就想成為這個心理學家 So,we back to Lauren So,Lauren,your talent was so impressive You play piano Thank you How long you been learning piano? So,I started piano when I was five And it just became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love I feel like music is a way for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just completely relax after a long day I just love telling stories through music And you've been like practicing every day All these years And then you've been performing around I assume And did you enter any competition? Yeah,I did So,in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I was really involved with piano competitions In the regional,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So,I was able to win a couple of international awards Which allowed me to perform at New York's Carnegie Hall Which wa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And then we back to Samantha So,I remember you sang and it was so impressive Did you ever learn or you just naturally talented? I loved singing ever since I was a kid I think my dad always joke about how I could sing before I could talk And I did my first play when I was probably about six or seven Because I just love singing so much And my parents were like,well maybe sh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think when I was eleven or twelve I took singing lessons for a year And I didn't continue it after that Just kind of started singing on my own But it's always been my greatest passion for my entire life Like singing is also a way I can express myself And a way that it just gives like so emotion Like it's so emotional to me And that's also why it's so important It's just something like I've always enjoyed And I've always been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But you never thought about being a singer Oh I thought about being a singer Oh I definitely wanted to be like America's next like pop star Or like going America's Got Talent or The Voice But I think that what I'm pursuing in my career is more important to me I think that I would have singing as more of a hobby And what like being a psychologist I think that's kind of that's my calling Working with children that are struggling That's more of a calling than than singing It's more like helping the community Yeah absolutely Yeah very good thank you both 那我们现在呢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 我们将会邀请三番市小姐以及第二公主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来温馨传玩家 那现在在我身边呢是2020年全美华布小姐的三番市小姐 Felicia Fan以及第二公主Alexis Yupp Hi welcome to great family an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so much So we will start with Felicia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Yeah for sure My name is Felicia Fan I'm currently 17 years old And I'm a senior at Leland High School in San Jose I currently already got int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o I'll be attending there this fall Very good and what about Alexis? Yeah my name is Alexis Yupp I am 25 years old I'm a native to San Francisco I was born and raised here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25 years And I currently work as a consultant for Kaiser Permanente 剛剛呢就是这个Felicia和那个Alexis 都是我们湾区的居民 那这个Felicia呢她才17岁 而且现在就读于高中 然后这个Alexis呢现在在那个Kaiser工作 So what made you guys decide to enter the Miss Chinatown USA? So we will start with Felicia Yeah so this pageant competition is actually not my first one My first pageant I attended was when I was in sixth grade And last year I attended the Xin Dao competition And I got second runner up So when I got the invitation from Xin Dao They were willing to sponsor me for this pageant Something my mom has always taught me Is that opportunity never waits for you And I think after sitting down with my parents We both decided that this would be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And something I really wanted to gain from this Is Miss Chinatown is different from Xin Dao Because Xin Dao is more community service oriented But for Chinatown it's more family and culture oriented So this week we've already visited a lot of family associations And it's just so interesting learning about my roots And knowing that there are people around here who are also family And that my family stretches much further And just th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So you're so young you're only 17 And do you think you know the pageant make you grow up quicker Or make you more mature I mean you sound really mature to me Thank you Yes for sure I think everything in my life has been linked together I think my first pageant has allowed me to realize my passion for communicating Which is also what caused me to do my 8th grade graduation speech And to eventually join speech and debate in high school And so yeah pageantry has brought me so much confidence And just being able to voice my opinions and stand on stage Is a skill that pageantry has taught me And I'm really thankful for that And more confident about yourself So we will move on to Alexis So I know you were Miss Asian Global as well So what made you enter Miss Chinatown USA Yeah so I was part of the Miss Asian Global pageant back in 2017 I won the title of Miss Asian San Francisco And you know once you're part of the pageant system You kind of hear about other pageants And of course Miss Chinatow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ageants Not only here in the Bay Area but in 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ve been around for over 60 years And they have a long heritage of being linked to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nd that really drew me That part of it the fact that they're so closely linked to Chinatown Really drew me to this pageant Because I my both my grandfathers Were actually very closely linked to the family associations So my grandfather on my father's side Was part of the Sayup Family Association And on my mother's side Was part of the Nam Ping Association And so just hearing that the Miss Chinatown pageant Really pays homage to not only my heritage But specifically the family associations That my grandfathers both visited And they received educational assistance Housing assistance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pay respects To both of my grandfathers And I'm just so happy and honored to be able to be a part of that Very good So in the past you know when Miss Chinatown first started It was really like a platform for women Who want to get into the entertainment or broadcasting industry But in your case you're already working So why you want to enter Miss Chinatown USA I mean other than paying tribute to your grandparents Yeah I mean I've been doing pageants since 2017 as I mentioned And one thing that I really enjoy about pageantry is the self-development And so you know people often ask me like What kind of prep work do you do for pageants? They kind of don't see a lot of what goes on behind the scenes So there's like interview prepping There's onstage Q&A How confident do you walk? All of these things really contribute to a woman's confidence And that's kind of what I want to improve on through pageantry Okay very good thank you so much We run out of time Thank you so much